中部的烏溪流量穩定 中水局規劃引烏溪的水到鳥嘴 潭仁宮湖 而挖掘的土方 則就近田竹在烏溪的河灘地 不過這裡有石虎 還有巴士隱居 這兩種一級保育類棲息 環保團體就擔心 田竹土方會嚴重傷害烏溪的生態 還有水紋 湖水映著藍天 鳥嘴潭仁宮湖還在施工 完工後每天能供應二十五萬噸 一百萬人的用水 鳥嘴潭仁宮湖向下挖身來儲水 預計產生八百九十萬方的土方 臺灣石虎保育協會發現 二零二二年就有土方運網無錫 在北市堤防 瓶林一號堤防 石桌橋等地田竹 累計以田兩百多萬方 但又造成兩種病危動物的棲地消失 對於石虎來說 這些還是目前在河川地裡面 可以利用的棲地 那當你堆土了之後 你就是直接把四核棲地給填掉了 因為八四營居不能再很急 很深的主流生存 他要在那個變狀流到旁邊 比較小 比較緩的 比較淺的水流裡面 才會有他的族群存在 怎麼在上游又是把兩岸的 整個這種變狀流 緩流的棲地整個都填掉 常年關心河川的張丰年醫師 則是擔心這些土方會影響 銅鴻斷面 填竹工程符合百年洪水頻率的標準 未來能否應應極端氣候的挑戰 而土方究竟對冰尾動物帶來多大的衝擊 都需要持續觀察 記者陳嘉麗 賴冠城 南投報導